來 雨薇 妳對處女座的展望是什麼 有一些星座專家 不是我 說什麼 今年有鎮桃花 有嗎 沒有喔 有一些星座專家 妳現在當場想要跟全台灣PK 貼哥 因為很多處女座會來問我說 老師 這個老師說 處女座今年會結婚 這樣子 然後問我是不是真的 對 塔老師 我跟妳說 我忘記我真的在哪裡看到 然後我也就是看到說 處女座今天有鎮桃花 我就跟我經紀人說 對不起 那個十二月先幫我訂婚約 就是婚期先幫我請一下 對 然後她就 我就說我要請假 先幫我請個婚期這樣 她還跟我說 妳先認識人 妳先有男朋友再說好不好 所以到底有沒有鎮桃花 她啊 鎮桃花 我跟妳講 先不要講有沒有鎮桃花 其實雨薇現在正在想定下來的時候 她上身的星座的關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一定要跟所有的人說 請趕快來追雨薇 她是個好太太 Oh my God 真的啊 她是個好太太 妳這樣會真的爛的都來耶 喔 對喔 那這樣子她就可以挑了 再一選 至少有好的 因為處女座如果沒有很多人可以挑 她們會挑到很爛的 什麼 這麼不會挑 什麼鬼耶 妳覺得妳們有在挑嗎 我 妳們喜歡照顧人嗎 因為是少不挑 妳們 有挑 有不挑 對不起 其實少挑錯 少挑錯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是因為 我覺得處女座太喜歡 治療別人了 喔 她會同情那種在 所以她會挑到 她會挑到有病的人 太健康的人反而 她想要當拯救者啦 對 唉唷 欸 說中了對不對 她現在在迴響 所以 在她面前露出脆弱的人 反而會打動她的心 欸 妳要小心耶 我覺得這一集這一段要剪掉 為什麼 因為到時候是真的脆弱 跟妝脆弱都會來 妳妝她也看... 她看不出來啊 所以就很可怕 妳妝她就不會相信啊 妳懂嗎 演的是她是不會相信的 她真的脆弱 可是這反而對妳是不好的 所以妝脆弱的人嘛 要小心 對 要小心 所以是 有桃花嗎 很可憐而已 不是還有其他的 有桃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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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處女座的桃花非常兩極 要嘛就是很好 然後很大度 對對 要不然就是結束了 這樣 這也太極端了吧 掀鍋蓋 然後結束這樣子 OK